莫雪青山多將我 做什麼呢 為了慶祝我們第七集 為什麼要慶祝 頭七 我們是頭七 其實明天是阿姬美七 所以我們就回到這個設計 因為我們第一集 沒有樣的那個是在這裡錄的 所以為了慶祝我們去到第七集 人家是要去到一百集 才會有一百周年的慶典 我們第七集已經慶祝了 每一集都會炸雞 找些東西慶祝一下 好 今天這個菇武門 繼續有我何詠詩 和黃韻詩做主持 在這裡想借一個機會 也會感謝這七集以來 都沒有放棄我們的人 包括有一些海外的退休 或是未退休 或是嫁到海外的人士 聽聞好像挺受歡迎的 居然我收到一些WhatsApp 是由海外那邊說 她說很喜歡你跟阿菇說話 最適合阿屎廳 是嗎 真的是這樣說的 我看著她說一炮聽了三集 很久沒有聽我的廢腔 然後她說一些感受的東西 說你們的笑聲真的很重要 因為那些是面對荒謬世代必須要有的態度 亦都令人聽完之後很舒懷 給予我們安慰 令到其他人都感到希望和前行的勇氣 哇 原來這麼有心度嗎 原來我們給我這個留言 就是海外的看 是李鎮周導演 是香港變堂級的導演 她是看Youtube還是聽Podcast 她應該是聽的 那是會舒暢一點的 看不到我們的樣子 她會追上的 多謝你 有她加持 開心了 還有海外的朋友 包括契媽 我老公的契媽 你哪個老公 我真的老公 七歲的那個 契媽 昨天契什麼 你說誰 二姐 我不知道她跟你說 我就是我女兒的契媽 你是你的女兒的契媽 這個關係很複雜 我生了一個女兒之後 我跟她想契 我太喜歡她了 喜歡到我女兒 我自己跟她想契 還有雙重的乖 我真的很煩 OK 隨便吧 請你二姐 多謝二姐 好啦 彈的評論 他們已經被我們嚇走了 是的 其實我也很努力去找你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 我們回應Haters的這個部分 太出色了 還是因為他們被我的新歌 感動得都愛上了我 你以為 我就是看我們那些片段沒什麼 我就去你自己看你的新歌 還有那條片是你感觸的 我就在那裡看到一個留言 她是在寫繁體字 都被我識穿了 其實她不是說粵語的人 她說 死基 快點去 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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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姍手 雙腹 即是姍襲 雙腹 一尺 不要留駕馬寧 永遠不會同情你 如果你師父妹妹姐在生 一定會吸氣死 機婆 肌字是機器 他又凍結了一些東西 凍結了你很喜歡拉平線 全部的機器都是我做的 所以謝謝你 認識我的努力 這個部分 平時大家這樣看以為有人會幫我們處理 其實全部都是我做的 我專門做機器的 而他很享受 你無理會 你的機婆 兩個機器都是這個機器 所以一看就知道 應該不知道那個正字是怎樣的 即是他想多了 國語有沒有搞機器 其實是來自那個GAY 所以他應該是廣東話 是G 不對啊 怎樣都聽不懂 G婆也不對 他也努力過 所以今天我們認識你 謝謝你 他叫什麼名字 你兩個都沒有 他叫Amy Amy 謝謝 Amy 謝謝你 好了 我們快點進正題 上個星期搞了十幾分鐘才進正題 我們這次要破格 為了我們這個七週年 七集 對 七集 我們要破格 要快點 好 其實我們上個星期 都已經有輕輕提及到 會有這個議題的出現 我也要少說背景 就是其實我們還沒錄第一集之前 已經出現了 是嗎 這個題目不是我開的 大家看到進來之前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這個題目 其實大家一定會覺得 肯定是因為你很討厭 你很討厭他們 做不到男人 對 自己做不到 對 所以要說這個 唱衰他們 我想跟著一下 其實這集的題目 是這位八婆 是她開的 但你不承認 好像不是 是二嬸說 很想聽我們兩個說男人 是嗎 是她說的 是你說的 是你說的 我怎麼會這麼整股 你輸了 怎麼整股自己 你放我上桌 我連你和男人 其實是你自己放自己上桌 因為Auntie 是會看的 沒錯 我奶奶是會看的 奶奶 我先收拾吧 奶奶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講 男人 好 哭出來了 男人 好 首先在進入正題的核心 我們今天就是進入了 我首先要有一個Disclaimer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對我的誤解 包括因為我有同性戀病 所以大家就覺得 你一定是很討厭男人 你一定是很想唱衰他們 很想唱衰他們 被男人為他們 被傷害歌 對 其實我想先解釋 其實我是沒有任何的感覺 就是neutral的感覺 其實真正討厭男人的人 是她 我要不就討厭他們 要不就很想舔他們 你不如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怎麼搞的 說什麼 不要討厭男人 不是我討厭男人 不是我討厭男人 不是你討厭男人 是我討厭男人 很亂 那為什麼要討厭男人 我覺得男人是一個很複雜的動物 但同時也很簡單 因為我生了小孩之後 發現入了媽媽群組之後 很多媽媽結婚之後 很多勞騷 有些是說完再重複 再重複 再重複 就叫勞騷 他們會發現 有機會目擊一個男士 跟他拍拖 做朋友 拍拖 拍拖後 結婚之後 有三個層次的轉變 好像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 男人也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我發現 出了這個題後 就發現我整理自己 因為我發現她是沒有話說的 你方面 不是 我有的 但我也想說回 其實本來我們打算存在 去到100集 我們才說 好像很搞笑 看到一個題材 很想說男人 但是我們 因為已經開始沒有話說了 上一集 我們有一個 Ask GOO的問題 我看得出 對於這個 喜歡男人 其實你內心有很多 壓抑了下去的 一些 怨恨 自己覺得這樣 是一件事 跟朋友談一件事 公開地說 也是第三件事 你明白嗎 有什麼所謂 這是雞來的 這是雞 我又說說我對於我和男人的緣 對於你和男人的緣 對於你和男人的緣 其實我那天也有跟你說 好像我身邊沒有什麼直男 我發現很多直男對我的誤解都很深 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們這個品種的女性 他們觸摸不到那件事 究竟我是他的比賽 我經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他們是有點不知如何自處 因為我想 這個可能你解釋會比較好 他們看女人是有一些項目的 我曾經有一個直男的工作 他也很坦白地跟我說 其實男人一看女人 男人看女人 就是會分架還是不架 只要他們架就會有一個姿態 就是鬆毛鬆翼 有種的 很有型的 或是八甲球偶突然鼓起了肌肉 但如果他決定不架 他就會是做事難做事 就是不架 眼尾也不熟 就是沒有了這件事 但當他這兩個類型都放不下的時候 他就會不知道怎樣處理這位女性 因為我的問題 我又不是那些很男性化的那種 想做男性的女性 我不想的 我想再說一次 我是不想做男性的 我是沒有這個意欲的 我也不會想變性的 完全沒有 我是很滿意自己是一個女人 還有我是一個女人 要先講解這件事 還有我發現 有一些我身邊的直男 就是他很尷尬 對於我 因為他又不覺得那個是他的目標 但是做兄弟 那些好像又不是 真的有空 我又不會跟他們一起說 我又不會是那種 所以我跟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紅溝 其實是完全是絕緣 他們就當作看不到你 但他又不能看不到我 是 因為你是巨星 在他面前閃營 他又不能看不到我 所以我也很替他們尷尬 這樣就沒辦法了 如果他們是 我覺得那些男性 在他面對這些女生 他會覺得很容易用絕緣 去感受你是任何雜物 他覺得你是在索膠 他放在那裡 不去分析你 他就最舒服了 因為其實男人和男人之間都會有很大的競爭 他自己是否能夠 他的樣子不夠別人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其他東西去發展 當他看到你的時候 他就把你放在索膠上 不理會 其實我不討厭男人 你怎麼會是討厭男人 對 我很喜歡他們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愛 有時候我都會跟別人做了爸爸 或者結婚 我都會跟他們說 其實我覺得男人真的很大壓力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 所有人都會覺得 一個男人其實是要站出來保護女人 是強者 還有他有很多責任 一出生就覺得你要保護 但同時 在他的家庭的分析 男人通常都是被家庭的 簡單來說 可能是 你說的是誰 很多都是這樣的 不單是 是不是我那個 或者我之前的 還是我之前的 如果家裡有兩兄妹 或者兩子弟 通常是男士 什麼都不用他去做 也是的 你這樣說我發現 其實孤爹也是有這樣的傾向 是嗎 因為我本職 當然對我來說 他是我爸爸 我又不會這樣分析 但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又再對比一下你的例子 其實我發現孤爹也是 他到了這把年紀 首先他也是一個小孩 少年 其實這個題目 我說的有點尷尬 因為好像令我對他們很有成見 但我的角度看 其實很多男人 就算他到了年紀很大 他也是很低B的 直接說了 快出去 例如在什麼事件 顯示他是低B的 不是低B 是很… 很阻擋 受訓 受訓 是很孩子氣 很要面子 一定要大家要很尊敬 他 你剛才說的 家務不會是他處理 這些 因為男人… 很顧忌 又很害怕 顧爹聽 該你死的 你選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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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著死 回到家也沒有 說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 對 不懂得聽廣東話 哈哈哈哈 是 因為他們其實很… 他一切很奇怪的行徑 在家裡 越是亡亂 他越是會害怕 在一些亡亂的事上 你越是說他 你為什麼什麼都不做 你是推不到他做的 其實我覺得男人最… 比起女人 女人被人說沒用 其實沒什麼 是不是 我不管 沒用就沒用 你看不到 但是男人一被人說沒用 其實他會很大打擊 他覺得… 自尊心受損 對 自尊心是很強的 所以一切你要知道 只要你發覺有什麼問題 你都不動 你其實是應該要顧及一下 你只要搞定他的自尊心 他就什麼都可以了 你不可以跟他說 你放下你的自尊 你不要不直 打直 其實一定是不行的 譬如想阿菇爹做家務 就要說 只有你做到 不是啊 你做家務事真的很驚喜 不可以 不可以 你的肌肉 在掃地的時候 真的展現出來了 一蹲下撿那條頭髮 我還沒見過你 污得這麼低 原來你這個測度很好看 即是要有技巧 你以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沒有做到嗎 你以為他們不知道嗎 不知道就是另一個category 我們待會看看是否能涉獵到 其實他們多數是知道的 尤其是我們在結婚的那堆 有小朋友的那堆 那堆更加強勁 有很多責任 誰去教他 尤其是今早才發生 就是現在大家都困在一間屋 大家都可能不能外出工作 剛巧太太找到一些 平時不會做的事 就出去做 或者在家裡做 你發覺那個先生一分享一點 他就在鬼殺那麼吵 鬼殺那麼吵 或者是不理會 也有大量這些問題 我們每天都在幫忙疏離 你發現這些情況很不公道 女人之所以做了 因為男主外女主內 但現在個個都在內 那怎麼辦呢 如果全職是做一個小手 和做家務 那你是不是應該是出去打拚那個 但現在不是 大家都可能因為各樣情況 大家都可能在這裡 那應該是大家分享的 但是他依然覺得 我現在沒有 我就快有 她就不動了 然後女生又找到工作了 她又要做家事 所以就想 我又煮內 我又煮外 你是煮哪一部分呢 在我的Toy Story裡面也有台詞 我現在跟喪偶有什麼分別 我現在就想到喪偶的分別就是我少照顧一個人 你如果不在這裡 我不用煮飯給你吃 你不會一起來就問我有沒有東西吃 既然你說到喪偶 我們就去首歌吧 鋼車下去 我的新歌 我總是想像你離開後的日子就肯唱快了 我都聽到你 剛才你說到男人有些東西低B 我都覺得有些東西其實他們都挺搞笑的 搞笑還是低B 又縮回頭 低B的 但是是搞笑的 發生那一刻你會覺得怎樣 但之後想起其實很低B的事情 這個情況現在已經有改善了 所以其實我也是說回一些剛剛結婚的時候的搞笑話 就是我先生 回想回我們 我們兩個性格很極端的 他就很安靜的 我便乱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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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說話節奏快之外 我還寧願那件事是不是錯 是不是怎樣 我也先走了 他就是部署好 冷清 他就是兩個性格來的 所以我經常時都會不停在街上做一些東西 或是我去拍戲 會突然之間9秒9會穿鞋子 這樣背背囊的時候出街 而有一期我老公很流行在外面 一拿鑰匙聽到我的鑰匙聲 他就會出來跟我說話 會處理一些問題 我坐了一整天天在家都不會跟我說 但一聽到鑰匙聲 好像小狗一樣 聽到鎖匙聲就衝出來 他出來說的有時要解決十分鐘 我會穿著鞋子背包 拿著鎖匙站在門口等他說話 甚至是因為這個情況我發了夢 我發了一個夢 又是那個情況 我看到我先生在我面前說一些他需要解決的 這是惡夢 例如他剛剛從外國回來 他不太熟悉香港的交通 而他那天要去其他地方 他很想問清楚你知不知道要坐什麼車去 而那時候我是住元朗 所以要解釋他的路線 其實要解決十分鐘 我夢裡見到我先生在說說說話 我本來在鼓掌氣中衝出來的 聽到嘴嘴地 你這個節目令我想起 我當年不是在這裡 那時候我還在黃竹坑的studio 我的鄰居叫陳奕迅 你知道他就是一個很喜歡說話的人 我很記得當時 因為我在工作室是要工作的 而我在工作室裡很容易聽到電梯開 和旁邊有人進入 每一次我都會盡量低調一點 令他不要過來按鐘 按鐘仔 有一次就避無可避 因為他看到我的車在樓下 然後他又來按鐘 那一刻我真的在剪歌還是什麼 總之在做正經的事 其實我一開門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說 嗨 我正在做一些東西 我已經打定底了 然後他就說 OK 我來打個招呼 跟你說兩句 就說個嗨 然後我就故意不讓他進來 那一道門是真的開一條蠟 嗨 那種狀態 誰知道他當然不會錯過任何一個 要找人說話的機會 這樣會嗎 他就搭了半隻腳進來 然後就說說說 我想說了大概十分鐘 對我來說已經是很… 一個招呼十分鐘 對 很久了 最終我說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要走了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OK OK 他退了出去 再用手按住我的門 再繼續說了五分鐘 才能走到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你又怎麼分析 一個這麼需要視乎的男士 但其實他已經有很多視乎了 但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對你也很善意 他對你是否是兄弟 有些東西要跟你分享 那是不是他平時那些人是通宵的 哦 是啊 他對我已經很顧忌 不是 我覺得他很寂寞 如果我分析 他那一招還沒開口 還沒說出來 也是的 我還沒說完 對不起 擦開了 隨便說完 總之我就發了個夢 總之他就在前面不斷說 然後我就發夢 我隔壁 突然有一隻手伸過來 打疊我的肩膀 捏一捏我 然後那一群男士是這麼高的 後面有聲效 是這麼高的 他就跟他說 爸爸 走吧 不如我們走著說吧 爸爸好嗎 然後我還知道他叫Christopher 他叫他爸爸 然後我就整天幻想 難道我還有一個兒子 難道我要生一個兒子 難道你生了你忘記了 這樣吧 然後我就很興奮 糟了我想我是 還是他有一個兒子 不是吧 對我這麼好 他也很不小心 他不幸運 後來我經常都想 會不會我們的兒子 叫Christopher 念念不忘 後來梁祖宜就說 其實如果你的女兒結婚後 她老公都會叫你媽媽 爸爸和媽媽 所以可能是你女婿 你不是真的會再生 你不用怕 如果不是Christopher 我長得這麼高 其實我已經60歲了 即是老公 就說完了 總之他不敢插嘴 很低V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不捨得我 我出門口不捨得 你覺得而已 其實他真的想問 他只是想不起來 對 等到最後一刻 我再不問 就真的不能回頭 真的沒有人問 他才會出來 我猜 你找一個 為何我坐在家裡 整個早上都不問 是一拿鑰匙 就不問 那你最近有沒有 因為大家都在家裡 你恨人憎人 剛剛說 剛剛結婚的事 打算遠一點 怎麼說都可以 回來了 你肥了多少 姑爹 你肥了多少 什麼 我覺得我幸好是姑爹 我們不是一起住 所以你不用睡廳 要不然我想 要是他肚血死 要是我肚血死 我們本身是一個很長壽的家族 會因此縮短了整個紀錄 對 對 對 不知道說什麼 我們不敢撥你火 怕你一會兒摧毀了 我們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 我們找一個自己來搞 這件事 你拿來搞 不是 要跟著說 好啦 好啦 怎樣閱讀男人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第一次覺得 這個又可以說 因為他已經不在香港 但他會聽說 就是李鎮周導演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時候 就是他排百菊花的 排我做一個solo 因為我認識的人 全部都是很expressive 就算我認識的那些導演 都很喜歡表達自己的感受 你會聽到漏了 你會聽到 夠了 我第一次遇到一個人 是真的不說 他真的是很寡然的一個人 當年我跟他排氣 是激傷他之後 他是兩個人 我排solo 他是導演 我是演員 他不理睬我整個禮拜 在排練室 因為我拆不了 我不能逼他 其實你為什麼不出聲 你越是這樣 他就越是不出聲 我不用跟你交代 我現在覺得怎樣 總之我就排氣 其實是很expressive 我認識了他之後 我才發現 其實男人 會有這樣的類型 就是他不會把自己 什麼感覺都 跟你溝通 跟你用語言去拆掉他 我怎麼拆掉 就是我排氣之間 中間就說一些色情笑話 去挑了 終於挑了 我真的想不到有女生 會說出這些話 終於他就笑了 然後慢慢不會再提 究竟他不會再說 我怎樣擊傷他 而我是有些知道 有些不知道 總之就是慢慢 就是大家為這件事做好 而且我覺得他也疼我 不過我真的 我唯一記得的一個 我擊傷他 就是我一直在說台詞 他就在想怎樣處理 然後我就罵他 我是不對的 我是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些反應 但是我跟你 我一直跟你說 你不說 你沒有反應 他就突然看了 從來我做導演 只有我叫演員給反應 沒有一個演員 是叫我給反應的 我唯一一次 我知道 我是什麼 擊傷他 就是這件事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男女之間的擔心 或者你覺得男人很奇怪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 不是他不說 要不他就選擇 說也沒用 要不他就根本不夠你 或者其實那一刻他感受到 在那種情況下 男人是說什麼都錯 那個女人一定是找些東西來撿他 找到東西 那一刻他就會決定不跟你溝通 我真的完全一舉一答不到 因為你沒有這些經驗 我在想我身邊有什麼夥伴 是直男 就真的沒有 你想想我最親密會合作 首先我整間公司都是女人 我不是故意的 是真的沒有男人應徵 你當時沒有人 我有請過嗎 Billy 我也是 忘記了自己 自己 自己添加了男同事 留得低的都是女士 我真的沒有性別歧視 但不知道為什麼是無法合作 然後做音樂也是 對 糟糕了 又有故技 總之大家可以選出的 那些都不是直男 也有的 譬如鷹師傅 但鷹師傅也是 他屬於那些 不是那些 那些男人 也有很多直男 也有 有嗎 有 但因為藝術家 是另一個類型 等於你剛才說的 那些導演 他不是那些很經典的 哇 杜汶澤 不就是那些 不就是那些 不是那些 髒話 不是那些男人 那些全是髒話 對 不是那些男人 我告訴別人 我不是感激的 我知道 他一定有 因為我很記得他拍攝這麼多東西 我最喜歡的那個就是 我那天直播也有唱張士晴哥的MV 就是他做MV的導演 如果他不是一個感激的人 他不會拍攝到一個很瘋的MV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愈大愈老 就會愈發現這些人 譬如阿澤這種非常大咬型 大家看到他的形象都會很大聲 很清楚 這些人其實是用一個方法 去保持一個他隔開你的距離 他用這東西就知道 起碼在三尺之外 我可以慢慢看清楚 我是安全距離 每個人對這東西 尤其是剛剛見面的人 他們要不就沒有眼光 但其實他不是看不起你 小時候你就會覺得 你怎麼這麼有態度 但其實每個人都在觀察對方 所以你看到一些男士 你不妨留意一下 你覺得他的行徑這麼古怪 其實他會不會在營造 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因為其實他們的 nature 就是告訴你 男生要負責任 男生要怎樣怎樣 男生要怎樣 你是不是男人來的 這句話 我經常都在想 你是不是男人來的 那這個男人是甚麼 為何那些男人 一聽到這句話 真的會抖一抖 很害怕自己 怎樣 所以他寧願不錯 他寧願不錯就不做 所以他通常不做 是有很多原因 除了他有戰格病之外 其實他不想自己錯 因為他太大壓力了 我覺得男人很怕自己沒有用 就是他不做就不會受到錯 而女人就錯就錯 女人都可能會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越來越疑問 有些女人都是 譬如說你這麼厚臉皮 你是不會錯的 錯了都不覺得 那我就學一件事 那我又再強一點 你真的沒有你苦 有些女人都很怕自己錯 錯了好像很沒面子 也會 你這樣說 我又可以引伸到 為什麼我會比較傾向喜歡女性 非常保守 我都說得明明出貨 其實我也想再說一個 其實我不是討厭男人 有些女同性戀者 就是真的討厭男人 而且覺得很噁心 其實我又不是有這個感覺 雖然你依然可能覺得 他們有點噁心 是臭 比噁心還壞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說噁心 你還要加強 這個沒辦法 生理上的 我喜歡一個人 首先是氣味吸引我 而我人生四十幾年來 我認識的男士 只有一個 我覺得她不臭的 就是楚流香 楚香碎 那個就是吳清風 但是 只有她不臭嗎 那你身邊跟你合作的同事 就開始WhatsApp你了 她不是不臭 她是香 所以我喜歡一個人 其實我必須要她的氣味吸引我 而我認識的男士們 其實都是沒有那個 香味 有些化學物的東西 我覺得她們很吸引我 很吸引我 所以我不是討厭他們 只不過是生理上 沒有那個氣味吸引我 而且 因為剛才說的 我覺得很大部分 我認識的人 都是很特別的 我又沒有東西 我很欣賞這個人 其實我很難會很喜歡她 很難做到那個關係 既然說到這件事 我們就選了幾個 等一下 我覺得在你說 你讓我選你之前 我也要說 其實我覺得我是有機會 如果說100%裡面 可能我有2-3% 是有機會喜歡男性 但當然她們是要有一些條件 例如說我 其實也有一些男性 會令我心心眼 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我不是討厭她們 例如是哪些 我又準備了 首先是她們要有一個藝術的氣息 還有這兩個 其實我會覺得我很服她們 她們的才華 和她們表達出來的很正確的氛圍 令我看到她們都很喜歡 心無鬆逆 對 心心眼 其實她們兩個是很相似的 可以嗎 對 Suspense 你很噁心 很噁心 發情的樣子 包括她們兩個都是樂隊的主音 是 是大佬 第一個就是 這位 但是不是不認識她 她不是周國賢 其實她是日本的那隊 Mr. Children的主音 所有歌曲和詞都是她寫的 英井和秀 先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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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你選了這樣的照片 當然是二嬸 新來的 好可愛 就是Chris Martin 也是樂隊 有一個感覺 還有你見過她們 聽過她們唱歌 就會覺得 哇 她真的令到這個世界 真的很美妙 那種感覺 她洗完頭 撿不撿自己的頭髮 就不知道 還有你覺得她不會臭 你覺得 你覺得 我覺得 所以 如果是有這樣的質地的人 而我認識到她 也很難說 有機會我可以愛上她 也不一定 當然她們是一個遙遠的 非常出色的創作人 我記得我去台灣看Coplay的時候 她真的一出來我心心眼 小粉絲 還有我想說 其實香港有一個人 是幾次她的質地 剛才我都說了 就是周國賢 但是問題是她太少女了 你認識她真人 你認識她真人 你又不知道是什麼 你很對 又找到東西挑剔 那你很對 你很對 所以我發現我的criteria 她是需要識字 還有會寫歌 對人的體察是很有 我記得我當時 都是放在一個神位 好啊 我當時是生完小朋友坐月 聽了Coplay一首歌 應該都是類似你這樣的朋友 分享出來 她是說 其實還有第三個 哈哈哈哈 不過她是神台級 不是說說說 她是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看到這些 對於我來說 她和觀音是沒有分別的 這麼遙遠的 我講了什麼 她的才華 Cris Martin的才華 她是說 你現在的感覺 是否就像用一隻匙巾去空洩 對 我知道 我聽完之後 馬上哭 其實她們兩個的東西是很相似的 她們的描述 對人生 對整個世界的體會 是一個日文版 一個英文版 我都很服 五體頭 不過還是不要讓我認識她們 認識她們 她就馬上減退 但有一天她早前抗疫 即是要社交距離 Cris Martin做了一個直播 也是很可愛的 是 很幽默 因為她是英國人 英國人有她們的幽默 好 你看你說多開心 對 所以我都是 杜汶澤 如果你在看 杜汶澤經常覺得我很討厭男人 還有那些年燈 以前的高燈 都是覺得 你肯定是那些 所以我現在先平反一下 其實我是有喜歡的男士 我們選了一些男士 不知道你會有 我們了解多少少少 好啊 你是看外表 我沒有看YouTube的朋友 聽Podcast 其實二嬸和八婆 今天有選了一堆男人 不讓我選 即是A還是B 即是世界末日之後 你一定要選一個 是不是那些 是啊 下次是否應該選一堆女人給你選 也好 其實你選一堆女人給我選 可能我也很掙扎 其實我也很高要求 我可以開一集說這個 下一集就說女人 總之是說 我先給你一個熱心 好 你如何選一次 變態 你先描述一下 聽Podcast的看法 我選了一張相片 裡面有杜汶澤和姑爹的黑照 很善良 你選擇來做什麼 我選擇來讓你選擇 這兩個人 這個不是跟他一生一世的 過人小 怎麼選擇 兩個都亂倫 一個是老爸 一個是老大 是呀 從小到大 這樣就亂倫選不下手 怎麼選擇 不要說個人小 住每一間屋一輩子 你讓大家看著很辛苦 這樣嗎 你們怎麼選擇出來的 我唯有選杜汶澤 你給鏡頭看 你看他的樣子多善良 你看他的樣子 我唯有選他 你要我在一個真正的亂倫 和一個意識上亂倫之間去選擇 那你讚一讚 有什麼讓你選擇他 他相信佛 雖然他看他的樣子完全一點都不像 看他的行徑 完全是一個叛徒 是 佛教的叛徒 我去修復他 這個很辛苦 這個真是好啊 怎樣啊 這件事很變態 向鏡頭 這群這群 你選了 你描述 我選了任劍暉 和任姐 和我選了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謝霆鋒 這是謝兒妮 是 是 很變態 我覺得 任姐是一個長輩 和我的系列很相近 那個感覺更辛苦 比同一個男人 是嗎 是啊 所以我會選謝賢 這個 但不是現在這個年紀 其實他很英俊 其實我也挺喜歡謝霆鋒 說真的 當年我還認識他的時候 四個年輕人真的很英俊 這個沒有難度 沒有難度 不好意思 我還以為你一定會選擇 當然不是 其實他對我來說是跟我同性 是 所以 那個感覺很奇怪 這句話 從你的口出來 我覺得有點混亂 因為他是同性 所以感覺有點奇怪 我們繼續放在神桌這邊 好 這個 對我來說是有點近的 就是 一個是 劉德華 一個是 古天駱 為什麼你們突然又這麼仁慈 選這些給你 對 這些完全很容易選擇 我會選左邊的古生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有些東西不能說 是嗎 為什麼 對我來說 他們兩個都是很故人的男士 又英俊 其實 沒有反應 我對華哥也是好人 那時候我跟他拍攝遊龍戲房 很故人 因為我跟古生住得很近 方便 其實我想說 可以回家 我可以看到他的家 你可以隨時回到自己的空間 跳樓就已經可以了 那就他 厲害 後面不是有的嗎 有 但這兩個人 你快點 你選了又不敢問 不是我選的 我選那些他沒有拿出來 好 等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這兩個好 怎樣 這兩個分別 我選了兩個 為什麼全部都這麼有質素 我還以為你選那些 鄧英文羅浩佳 兩二選一 你說他沒有質素 怎麼搞的 就是不同系列 這個有點難選 你選了版本龍一 和村上春樹 兩個都是黑白 但又未死 神袋 你這麼說話 他們兩個都是很獨當一面 大家看到我這裡後面 都已經知道 其實我很喜歡村上春樹 而他的生活模式 都是我很養慕 他的routine 他作為一個創作人 其實是四點多起床 很適合你的金牛座 但我不會選他 因為我覺得他好像 你知道 寫作的人 是比較奇怪的 是嗎 作曲的人 對 因為版本龍一 其實他也很有型 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想兩者之間 會選版本龍一 我都會選版本龍一 其實我兩個都很喜歡 因為我本人對音樂人 是有一個癖好 看得出 所以很喜歡 還有一些 真的不好意思 快點 聽眾 走光了 只是遊戲 真的要玩 這兩個呢 哇 阿Led和阿智偉 每放月下 這件事 嘩 都是有尾 你覺得 如果我剛才讀你的 二選一 我 那你先說 我就覺得 曾志偉和陳百祥 其實兩個都差不多 我覺得 這樣 誰比較有情趣 你覺得 其實我想我會選他 其實他當年也對我挺好的 現在不知道 現在應該彈到九像院 當年他對我姐姐的緣故 我最記得有一次是我們 敬歌金曲 那時候頒獎 盧斯萊斯 是他宣布的 我看得出他有些長輩的愛 有些方法 念在這個舊情 另外一個真的不行 對不起 我不評論 但他最近工作真的令人太 我怕我一看到他就撞他 這麼危險 沒有了 你們選了出來又不選 你自己看看我們選了什麼 你自己說 為何你會這麼尷尬 不是尷尬 因為我自己看完 他找不到 很差 算了 我明白 很差 沒有那些很精彩的 下次我就問你 什麼 你現在想 不想了 我們已經 你有沒有一些 我們是你本 你感覺到大江東去北復 好了 一個很差 一路f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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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一集再回來 還說慶祝啊 頭七 你看看你 頭七斜 好了 那我們馬上去art school 我們先解僱一下 對 我們先解僱一下 第一條問題 你想我問你們 你先問我 你選吧 我又不知道這題目 其實大家一起回答 就是阿Lock 問他 失敗之後 如何站起來 他以前是一位運動員 夢想也是做運動員 但因為沒有參加大賽 令他考不到體院 學院 最後不能再打上去 這件事令他很頹 但已經過了四年 始終放不下 很想知道其他人 對於失敗後 如何再振作 和尋找新夢想的方法 哦 哇 多歲 通常阿Lock 對 我覺得我的art school 應該要加多少歲 沒有 他說他四年前 四年前要考考 我猜是二十多歲 我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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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人院那裡 愛上 還很小 我們暫且當你是二十多歲 二十五歲 我覺得還很早 她的夢想是想做運動員 她現在是否做不到 即是怎樣 她考不到 即是 可能她覺得 她最可以做到的途徑 就是去考這間體院 是 即是體育學院 所以 因為失敗了那個機會 就沒有了 錯過了 我猜是 是 都四年了 都一個不短的日子 是啊 但其實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考不到那個 沒有其他方法去做呢 是啊 還是只有一條路 我們兩個都不熟 她問錯人 我去看完題目之後 大家都會問 我猜 我猜 可能那個就是 你本身就是想去做一個 真的要去比賽的運動員 我猜那個其實也是來自 你對運動的熱愛 譬如說 我當年 假設我去參加新秀 就像你一樣 你也想去參加過新秀 但是去不了 其實我覺得那個選擇還有 可能對你來說 那條路就只是這樣 但其實有很多其他方法 都可以觸及到這件事 當然 阿樂你要先想想 因為你想去贏那件事 還是因為你對運動本身的熱愛 如果是後者的話 其實有很多其他的工種 都是跟運動有關 就算做演員 可能我們都會說去考演藝學院 也大量人是考不到的 入了演藝學院 就算是很值得的 你也知道 完結學院的訓練之後 你就可以進入這行 其實我們也會跟一些 不是在那裡出來的演員合作 譬如葉麗嘉 他完全是… 葉麗兒 不是 演員 我是完全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 他也不是我的師弟妹 沒有記錄 我是不會找到他演戲的 但是他就是… 不斷約動 在那些演出那裡被人看到 他一把握到那些機會 就做得很好 他沒有再在想 是不是自己是紅褲子 我想他沒有想過 他本身是畫插畫的 不過我想運動又有些不同 始終他有一個年紀上的限制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運動員 可能也錯過了某些機會 但是又可以想一下 你不是去做教練嗎 或者你去教小朋友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繼續去追求這個熱愛 看看運動員的目標是什麼 例如運動員的目標 原來我想去奧運 其實到現在 你真的再推下去 你也去不了奧運 而且奧運也取消了 對 奧運也取消了 對 奧運也取消了 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 我覺得他是認真的 如果他真的四年去grieve那件事 是不是 他在grieve 還是選擇另外一種運動 可以年紀大一點做到的 就是從頭學起的那些 那些 什麼灼球 會好一點 灼球 好像不是你的眼睛 不可以這樣瞄 但是二十幾歲就可以了 你叫他選一個運動 我們不知道他做什麼運動 如果他可以多些資料給我們 我們可以多些幫助他 再補充眼線給我們 我想我下次要加藍 就是大家要給一個年紀 等於上次的 Ms.Line的女兒 究竟她是 我們假設她是十幾二十歲 但原來其實她已經 六七十歲 一個七十歲的婆婆 看到自己的女兒五十歲還未嫁 她就說我懷疑她是對同性戀 所以大家多給一些資訊 好 第二條問題 我覺得你回答是不錯的 也是跟媽媽有關 上次是媽媽問女兒的事情 今次是小肥雞餐 她說 如何避免我媽媽突然在家裡唱癡情詩 這個應該怎麼拆 首先你媽媽突然在家裡唱癡情詩 有什麼問題 就是唱得不好聽 就是走音和避免媽媽突然在家裡 當時有什麼突然 為什麼 大家的問題 真的 你媽媽唱癡情詩 這首歌也挺好聽 都是由她 都是由她 接受她 或者你介紹另一首歌給她唱 如果她介紹過 就是小丸子 可能是你自己要轉變一下你的心態 因為你想像一下如果她唱另一首歌 譬如她唱一首歌 或者她唱我最厲害 那你就寧願她唱癡情詩 相比起 相比起 其實相比起 她已經是挺好的一個選擇 她不喜歡癡情詩 你就覺得是小肥雞餐 我想可能她不喜歡她媽媽唱 她發出來應該不介意我唱的 但她也可能會介意你唱的 但她是突然的 突然想起唱此情詩 她懷疑她媽媽 其實她要寫給我們 就像Mislai那樣 我懷疑我媽媽是你同性戀者 我接受不了 你可以說服我嗎 或者你再介紹幾首歌給她 對 再介紹幾首歌給她 對 給她的 repertoire多一點 就不用再重複同一首歌 好了 好了 你今天就 好古怪 你很在意剛才這個部分 好了 我們回合了 我回合了 算了 這個七週年很失敗 我突然說不出 叫人支持我們 我突然說不出 所以今天大家就不要評評了 對 今天當沒發生過 今天這集我們送的 我們送的 送給大家 投車把握 好 拜拜 拜拜 不宣傳 不宣傳 不要惹我Facebook